再次回到上海的林男生不再是亲自的孩子 全而代之的是懂人情通事故的灵妇站长 每天都在和陈墨群和王山等人周旋 优秀的让人根本挑不出一点错来 虽说林男生心里还有朱一针的一席之地 但是明面向双方对立并不相同 这让林男生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朱一针 当林男生看到蓝小姐的心症之后 心中满满荡荡都是心疼 如果不是自己 那颗上海滩的明珠不会沦为靠出卖自己的肉体 再加上蓝小姐唯一的儿子子鹿 死在了冰箭的榴弹里 这让蓝小姐的神经是彻底崩塌 直接拿着枪冲到了仙兵队 好在林男生的及时出现 再往山面前求情 谎称蓝小姐是自己的未婚妻 这才保下了一命 而林男生的婚礼上意外惊现了毛人缝的身影 因为蓝星节之前曾为自己惹上了大麻烦 林男生为了营救蓝星节 不得已才在王山的面前谎称蓝星节是自己的未婚妻 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说了一个谎言 需要一百个谎言去掩盖 而林男生之所以会去蓝星节 皆是这个谎言所造成的 自从林男生站出来指认故事严谈物之后 这官职是一路晴云直上 更是和重庆总部的高官们关系好都不能再好 在戴力死后 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保密局 前期的局长就是毛人缝 在王山的口中也能得知 毛人缝对林男生的特别关照 十分喜欢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现如今林男生马上要结婚了 用了家事才能更加安心的工作 而蓝小姐也成为了林男生的软肋 毛人缝有意提拔林男生 自然对她的婚姻状况有所要求 所以直到林男生结婚的消息之后 来到上海参加林男生的婚礼也并不意外 只能说毛人缝对林男生都特别的重视 当毛人缝出场之后 大幕式彻底沸腾 万万没想到毛人缝会为了林男生专程来到上海 只为看林男生成家立业 可想而知 林男生在毛人缝的心中是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毛人缝的参加 自然其他人也对林男生是更加毕恭毕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本号 每天都会更新讲述叛逆者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阅读 让我们明天再见